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会明白林黛玉居住的最佳的环境肯定是肖像馆 你能宝钗去住肖像馆绝对不合适 那么宝钗和横武院等等都是相当吻合的 甚至里玩和道香村你再也找不到一个那么吻合的那样的一种生存环境 所以人物和环境之间的非常和谐的这样的一种 映衬的关系这是小说塑造有意地采用的艺术手法 当然还有一个特点 也是宝钗门非常高超的艺术创造 就是借用诗词来塑造人物形象 中国古代的小说都离不开一些运文 那么用这些运文来塑造人物形象 是小说常用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在《水浒传》里头 咱们读到了宋江的吟诗填词 而这些诗和词包括他的反诗了 都能够体现宋江的性能 但是《红楼梦》与众不同的地方在里 小说家能够设身触地地 模拟不同人物的口吻 来为不同的人创造不同的诗歌 这是很难做到的 小说家要为自己写诗 他来抒发自己的情感 这个很容易写到 小说家要为一个两个个别的人物 代言 比如专门为宋江代言写诗 这个可以做到 但是小说家要既为宋江代言 再为曹盖代言 再为无用代言 每个人给他领一首诗 而且写出来这样的诗以后 读着读了 觉得非这个人写不可 这就很难很难 但是《红楼梦》的作家做到了 他写的诗词 在《红楼梦》当中 林黛玉的诗词 是林黛玉人格的象征 有着林黛玉自身的风格 薛宝采的诗 有薛宝采的人格的特征 有着薛宝采的风格 而贾探尊的诗 贾宝玉的诗 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特征 这是言为心生 这是很难做到的 而《红楼梦》小说做到的 在这方面有专门的书 在分析《红楼梦》里头的诗词歌赋 来分析《红楼梦》里头所创作的这些诗歌 尤其是人物的那些诗歌 怎么体现人物的性格都真的 甚至体现人物的生存环境等等 这有很多的学者的注述 做了详细的分析 我这不就不再更多的举例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